四面环海的台湾是典型的海岛型国家 从高空往下俯瞰 碧蓝的海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亮 美得让人目不转睛 但是水里呢 潜入台湾最北端的基隆和平岛公园 成群的珊瑚礁孕育了多种海洋生物 但是再仔细一看 可以发现雨网覆盖在珊瑚上 还有宝特瓶 玻璃瓶等废弃物 和平岛跟这个基隆雨它的中间连起来 它不是断掉 它连起来 这连起来叫做基隆三级 会改变水流跟潮汐浪框的部分 所以当基隆草跟洋流交汇的时候 它就会在这边形成一个漩涡 那在我们的海洋池的旁边 刚好有一个湾 和平岛湾 这个湾内它形成了一个漩涡 所以垃圾经过流水的改变之后 它就会淤积带在这个湾内 细心的剪下覆盖在珊瑚上的渔网 希望还给生物干净的海洋 为了清除海费 曹孝章教授等人向海洋保育署 申请109年度海洋保育在地守护计划 除了与相关单位通力合作 也号召水费潜水 自由潜水者前来参与 我们要看的是大自然的环境 我们是去别人家参观 那我们今天人类造成了一些垃圾 那没有人去清理的话 就是它会一直积在那边 那对海洋是一个危害 下去以后然后有一些 废弃的渔网缠在珊瑚礁上面 然后他们就慢慢慢慢地把那个珊瑚礁 他们不是很用力地把它扯下来 这样珊瑚礁会受伤 我就慢慢慢慢地把那个网子渔网分解 然后装在那个网袋里面 一一减拾起目光所及的垃圾 这样的工作一点也不容易 你得要克服福利水流 更重要的是在水下 你只有一瓶氧气或是一口气 好不容易装袋捞上岸后 后端处理也不能马虎 那我主要是负责海洋大学的学生 然后做那个联合国ICC垃圾分类 当然是保特品居多啦 渔网也是会造成一些海洋生物 或者是一些海龟那些 像新闻常常播就是海龟 就是常常就是有吸管插在鼻子上面 从打捞上岸的垃圾可以看到 其中有不少是渔网等捕捞器具 曹秀章教授进一步表示 近海渔船的捕捞方式 不仅造成破雕的渔网覆盖深湖 死亡而白化 影响生态 大小鱼通抓也让生态难永续 虽然从渔月署在106年3月28号公告 脱网渔船进渔区 位置有关限制事宜的修正条文后 生态链开始慢慢复苏 电视仍需要持续努力 然而这样的海肺 问题是世界各国所共同面临的难题 教授也坦言 虽然一次次清除的重量 都重达百公斤以上 但仍只是汪洋大海里一小部分 接下来希望透过每一场的海洋教育 让大家了解如何从源头开始减速 为海洋生态保育尽一份心 本市新闻认识迪不乱 基隆市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